而农历的二月初二 民间信仰中的福德正神 俗称土地公的生日 民俗专家表示 在这一天拜土地公 切记要诚心误贪两大原则 而县长徐真卫 在三顶福德庙参拜 祈求花莲能够幸福安康 土地公前生张福德 因长期福若祭平 死后被民众感念 德政和膜拜 封为神阁 并在农历二月二号 是土地公诞辰 此后到这个日子 就被封为龙抬头 土地公圣诞这一天 称作为头牙 接下来每个月的二月二号 到农历十二月十六日 都称之为尾牙 今日的三顶福德庙 更是聚集相当多的信徒 庙方也祝福各方信众 能够家庭幸福 今天是我们新秋年 这个园的职业 或是我们法庭政策 北公園的圣诞 今天很多信仲 包括我们的管理 也很新来到本廟 来给我们的北公園祝福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拜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每年北公園的圣诞 以后我们的众带都会吃这个平安餐 由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年我们来出销 希望我们这个北公園的比喻 疫情可以反抗下来 希望每年可以如期来起刑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信仰 这一年来对我们北公園 我们好在廟 三年好在廟的这个疼人 把我们北公園行为 发生的选择 这么多信仲 来到北公園来祝福 这个园长 也秦新来到本园 来到我们的北公園祝福 也希望我们的众带都可以平安 大家的乡亲都可以平安随时 够早上 民俗专家表示 多做捐款等善事 才能够吸收正能量 祈求土地公赐财运财气 而要直到三个圣杯 才能够表示土地公答应加持完成 祭拜结束之后 也能够诚挚地向土地公 感谢对于自己的保佑 祭拜仪式 才能够算事顺利完成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道